針對縣內有發生農地農用而遭徵收房屋稅的情況 縣議員王財雲在本日定期會中特別提出探討 並強調農民更做不易 在農場尚在整備階段 縣府就前往稽查並扣繳房屋稅十分不公 也要求縣府稅務局要改進以保障農民的權益 要拜託局長 你要苦民所苦 你要了解農民的辛苦 然後這幾年孤農 真的很辛苦 不過都要了解 了解不知道要怎樣 都要來救錢 那你今天來會勘 使用紙杖荷花下來 你就馬上來看這個香菇寮 這香菇寮當中 你們會勘的沒有擺設 這香菇寮還是沒有一些農作物 你就馬上來扣稅 扣這個房屋稅 你覺得這樣是適當嗎 然後承請以後再來慢慢減稅 這樣對他們公平嗎 另外近期國內經濟 大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中央也訂定紙困方案 減輕民眾經濟壓力 對此縣議員參悶兒也渐嚴憲 來向中央爭取 將多項稅政款項 納入到紓困方案 讓更多民眾因此受惠 我們有紓困 那紓困的對象是怎麼樣來判定的 我們有地家稅房屋稅燃料稅 整個牌照稅都有嘛 那我們的對象是怎麼樣處理的 局長這個我想這個你就應該要跟中央建議 因為我們的紓困的錢很多 很多 那如果是真的沒辦法 你還給他比較慢 也是要勒勒 所以我想你針對這一點 比如說真的中央如果要幫忙到我們地方的話 這個看真的需要 不用勒就是不要勒 沒辦法勒就不要勒 本日會中議員們針對稅增繳納規劃 也提出了許多建言 期許宣服能夠重視 做出妥善規劃 讓民眾的權益更有保障 記者盧玉凱 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